嗨,大家好,我是马开东,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Hotoku 2.x 入门简介及生态系统 今天给大家讲解分布时文件系统 我们先回忆一下上节课的内容 上节课讲解了课程背景 在国内Hotoku应用人才非常少 从此诞生了此课程 此课程指在于让更多的人了解大数据 进入大数据这个行业 我们看到就业情况及薪资 总体来说薪资都在15-25k 有很多大公司 比如说汽车之间爱奇艺美团 网易腾讯等等 那这些就不再介绍 课程内容主要涉及到Linux, Java, Hadoop 以及哈德国生态区的一些组件 我们现在讲解从储与文件系统 我们先看一下从储设备 什么是从储设备呢 常见的就是磁盘 还有硬盘 好一点的呢 有这个固态硬盘 就是那种SSD 它是速度非常快的 那从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设备 因为没有从储的话 我们就没法去计算大量数据 我们看一下文件系统 什么是文件系统呢 文件系统是操作系统 用于从储或分区上的文件的方法和数据结构 那这个呢听到就比较抽象 我呢我一会儿有一个图给大家看一下 第三点就是分布式文件系统 那分布式文件系统呢 是将文件系统管理你的物理从储 不一定直接从储在本地节点上 而是通过网络与其他节点相连 举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去访问一个文件 它可能不在我们本地 它在另一台机器上 这台机器呢 通过网络我们连接 去访问了这台迹象的一个数据 好 那这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磁盘 还有磁头 还有这种磁壁 它是可以这种雄道 包括这个存储和读取都是需要雄道的 那它的速度快慢就在于雄道时间 那这是一个文件管理的一个界面 它是可视化的 就比如说我们一个手机的一些文件夹 文件夹下面呢 有一些陌路或者是一些文件 那它有很多功能 比如说新建文件了 复制 删除 刷新 还有这种打开了 还有这种重命名等等 那我们看一下 分布式文件系统的一个架构 分布式文件系统 本体来讲就是将大量的这个机器组合在一起 比如说这是一个主节点 它下面有很多子节点 比如说这是一号 二号 三号 四号 五号 等等 那么当用户想重取一个数 重一个数据的时候呢 他可以发送一个指令给他 说我要重处一个数据为一百 那他就会去看他从到哪里 哪里呢 他可以选择一个机器 比如说从到二 好 那么二的这地方呢 就会这地方呢 就会像一个一个字点表 一百 在哪呢 在二 这地方对应的呢 也会真正的去重处一个一百 那当运户下次去读的时候 刚才是写 那这会是读 读的时候 他说我要读一百 我要读一百 进来他就会查到 这个一百在二号机器上 他就会去二号机器上取到一百 然后返回 然后返回 给一个火 好 那现在我们取一个两百呢 来 事先说 这个两百 可能在五 五机器上 那同样道理 他就会去 在五上取 两百 然后返回 那这个过程 就是一个主节点 和子节点交互的过程 那这个实现了读和取 就是一个基本的分布式文件系统 一个结构 那常见的分布式文件系统有哪些呢 非常著名的GFS 它是谷歌 基于Linux 做的分布式文件系统 前面介绍了 谷歌是一个搜索引擎 它有含量的网页 需要去存储 那么他就自己开发了一个GFS 因为他发表论文 所以诞生了 HDFS 它是Hadoop的一个开源的分布式文件系统 它们有相似之处 那后面章节中 我们会详细介绍 这个HDFS 因为我们的课程是Hadoop 那还有一个是Lucidron 那这个是大规模高可用的 也是安全的 具备非常良好的存储 它也是个极区文件系统 它是由送公司开发维护的 还有一个是Safe 它性能非常高 因为它是C++写的 支持Fuse 没有单点故障 没有单点故障呢 是个非常优秀的一个系统 蒙古的GFS 有图片头管的网站 就是这个 TFS是淘宝的一个高可扩展 高可用 高性能 面向互联网服务的分布式文件系统 那TFS呢 是一个开源的 这是它的官网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还有一个是Vastor TFS 它是一个开源的 轻量级分布式文件系统 特别是合作相册网站 视频网站 这是它的官方动态 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那分布式文件系统呢 非常多 它们适用于不同的领域 可以在不同的领域中 选择不同的分布式文件系统 它们都不是系统级的 分布式文件系统 而是应用级的分布式 应用系统 为什么这么说呢 比如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举个例子 Linux 还有自带的文件系统 那我们还有一个系统 叫HDFS 那么Linux 自己的文件系统 我们一般是不会直接使用的 那我们会在分布式情况下 会使用HDFS 那这个呢 它就是一个系统级的文件系统 但是这个呢 就是一个应用级的文件系统 它们关系呢 就这样子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分布式文件系统的整体架构 现在都在说融计算 那什么是融计算呢 但我们看到这地方有个融 那这相当于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集穷 它里面有各种计算机 它里面有各种计算机 那它们之间是用这种交换机进行项链 比如说这种核心交换机和这个旁路交换机 还有或者路由器进行连接 连接里面呢 这个相当于看的一个机架 那机架上面有很多的这个机器 每个都是一个机器 这又是另外一个机架 那么它们通过这个交换机或者是路由器进行连接 做成一个大的机架 那这是一个大的机架 那这外面也是一个大的机架 那么它们之间的通讯呢 可以通过这种交换机连接起来 或者路由器连接起来 进行一个防问 那这就是一个分布式的一个机架 这还是跨机防的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分布式文件系统的特点 首先呢 它是扩展能力 毫无疑问 因为这个扩展能力啊 是分布式文件系统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如果你没有扩展能力 那分布式文件系统就是空挂了 那么原因就是 从除海量数据呢 是分布式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二点是高可运性 在分布式文件系统中 高可运性分为两层 一个是整个文件的 一个是整个文件系统的高可运性 一个是整个文件系统的可运性 第二个是数据的完整 一致性 那这个怎么理解呢 这个高可运性 或者说这种删除一个数据 它不会影响整个系统的用性 这叫高可运性 或者增加也不会影响 那数据完整和一致性呢 就是我删除一个节点 或者增加一个节点 它的数据呢 是完整的它不会因为删除数据 而影响到这个数据的方案 它会有一个类似于副本策略 那一致性可没有说 那我读的是什么就是什么 而不会变成其他东西 协议和接口 就说文件系统啊 提供给应用编程 或者是应用程序的一种接口 必须是多样的 比如说要支持HTEP 或者REST4的接口 我们可以通过HTEP的请求 去反过它的数据 比如说 刺盘的使用情况 还有剩余多少总量等等 弹性层储 可以根据业务呢 灵活的增加或减少数据层储 以及增删 从属尺中的资源 比如说 我们去增加一台机器 或者减少一台机器 都是没有问题的 它是弹性伸缩的 那我们去删除一些数据 它也不会影响整体的使用 那这个和高可用 数据的完整一致性 是相对应的 第五点 压缩 加密 去重 换存 以及从属配额 这些功能呢 往往考验一个分布式系统 是否具有扩展性 一个分布式文件系统 如果能方便的进行功能的添加 而不影响总体的性能 那是非常好的 那总体来说 分布式文件系统 应该具备一下 这个特点 那我们现在剩下的章节中 我们会主要讲解HDFS 那它是一个分布式文件系统 那我们到时候再 认真讲一讲HDFS的架构 好的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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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